谢谢阿姨和阿姨 把我们的现场都带热了 好 音乐世界都在听 大家好 欢迎收看 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 我是梁璐 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看到今天晚上 所有的表演嘉宾和打榜歌手 都已经在舞台上了 我们用掌声来欢迎他们 好不好 欢迎你们 也期待着今天晚上 你们精彩的表现 另外我们要提醒大家 我们节目在直播开始的同时 投票通道已经正式开启 赶紧抓紧时间 用六种投票方式 为你喜欢的歌曲来投票吧 好了 赶紧来看看 通过一周的投票 目前排在前十位的歌曲 都有哪些呢 投票方式 投票方式 一 下载CCTVV视手机客户端 投票方式 二 下载央视音乐手机客户端 投票方式 三 下载中央电视台手机客户端 投票方式 四 关注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 符号进行投票 投票方式 五 登陆央视网 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 网络专区 和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投票方式 六 下载库我音乐手机客户端 搜索榜上榜 为喜爱的歌手投票 还等什么 快为你喜欢的歌手投票吧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 一共有六种投票方式 哪种方便就抓紧时间 为你喜欢的歌曲来投票吧 那其实啊 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开始的同时 我们的手机端的直播啊 也正在进行着 那边呢 有我们的同事孟昕 还有一位特邀评审徐一彤 待会儿啊 他将会对每一位打榜歌手 演唱过后的这个评审进行点评啊 演唱过后进行点评 我们来看一下 手机直播端那边的情况 孟昕 梁阿璐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全媒体手机直播端 那刚刚大家也已经知道了 坐在我身边的就是徐志同老师了 麻烦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 大家好 我们刚刚有跟老师提到 今天还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微博互动话题 就是榜上榜我想对你说 大家有什么想要对榜上榜说的话呢 都可以在我们的微博端口进行留言 我们会抽中你的留言 有机会登到我们大屏幕上面 当然了还会送出我们的精美礼品 与此同时呢 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 全媒体手机直播端进行留言 互动回复等等都可以的 我们的观看渠道呢 大家可以通过摇电视 网上榜官方服务号 CCTV微视央视网 央视新闻移动网 中央电视台移动客户端 CCTV音乐官方微博进行收看 我们这边的情况是这样的 两路 好 谢谢孟昕 也期待着徐志同老师的精彩点评 刚才孟昕跟我们说了 有好多种互动方式 我们也希望大家 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留言 这样呢 我们在节目直播的同时呢 有可能把你的留言就滚动播出了 看到自己的留言 其实也是对歌手 对我们节目的一种支持和鼓励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正式开唱了 今天晚上的三位打榜歌手 已经在我的身边做好了 分别是敖犬 阿兰 另外呢还有周轩 欢迎你们 谢谢 也希望待会儿你们有精彩的表现 好 不过其实在我们正式开始打榜之前呢 我们还要通过一些拉票歌曲 让我们整个现场热起来 大家的气氛好一点 我们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拉票歌曲呢 其实是来自梁振伦 梁振伦呢是一位歌手 同时他也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演员 演过很多热播的电视剧 比如说他演过这个 唐嫣的弟弟李敏德呀等等 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大家没想到 其实他唱歌还是很深情的 尤其是今天唱的这首《勤非得已》呢 我觉得会勾起很多人的回忆 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梁振伦 为我们带来拉票歌曲《勤非得已》 梁振伦为我们带来的《勤非得已》 你们有没有觉得 其实这首歌挺像唱给阿兰的 为什么是唱给我的 很像那个歌词里就写了 一双迷人的眼睛 对啊 眼睛好迷人 对 一双迷人的眼睛 开始害羞了 开始睡个好觉了 谢谢谢谢 对 其实阿兰的害羞是有道理的 因为他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曲 就是《羞达达的玫瑰》 紧悄悄的 对 拉票歌曲 虽然你今天是打榜歌手 但是要先唱一首拉票歌曲 给自己大大气 拉拉人气 你不觉得《羞达达的玫瑰》 也很像是一首初恋歌曲吗 对啊 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首初恋歌曲 初恋 我想问问大家 有人说初恋的味道呢 就像酸奶一样 我不知道对于二位来说 初恋的歌曲 你们认为哪一首歌 最能具有代表性 我觉得男生吧 就比较有霸气 一般都会听那个 我的记忆里面初恋的歌曲是 爱情 爱情来得太快 就像龙转风 离不开暴风 却来不及逃 又来得很快 不要说后面那句 就只要前面那句 哎 熬犬呢 我的初恋啊 分手快乐 祝我快乐 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哎 你下个彩排唱的不是这个 太忧伤了吧 这个简直 因为很快就 结束了初恋 好 我们 但是就要祝福她 对 忧伤的话题我们打住啊 因为接下来 阿兰要进 拉票歌曲的演唱啊 就是一首带着 初恋羞涩感情的 羞答答的玫瑰 静悄悄地开 接下来的时间呢 要交给阿兰 先去做准备好不好 加油 阿兰 加油 阿兰 加油啊 其实说到这首歌曲呢 我相信会勾起 很多人的校园回忆 因为最早 她的演唱者是孟廷伟 而且孟廷伟唱这首歌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个时代 我们在说到爱的时候呢 可能会腼腆地羞涩了 不知道今天阿兰 会为我们带来 怎样的演绎呢 我们接下来 有请阿兰 为我们带来拉票歌曲 羞答答的玫瑰 请悄悄地开 谢谢阿兰 好一朵羞答答的玫瑰 刚才是阿兰的一首 拉票歌曲啊 阿兰也是今天晚上的 打扮歌手 如果说喜欢阿兰的话 抓紧时间来 为阿兰来投票 其实每个人听过歌曲之后 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奥犬你听完之后呢 又想到初恋了 你能换的词吗 我觉得很想 就是谈恋爱的感觉 甜甜的 这不是刚才一轩说的吗 你也想谈恋爱的吗 我想谈恋爱 那你现在 好吧好吧 Kerry哥 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顺便打一下自己的歌 对 其实每个人听完之后 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啊 我相信大家听完之后呢 也会有自己的感受 大家可以把自己 听完歌曲的感受呢 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留言 因为我们的这个屏幕上 会切除你的留言 你可能会看到自己的留言 会觉得 嗯 好激动 好兴奋 而且也是对我们节目 和歌手的一种鼓励和支持了 好了 接下来打榜还在继续 接下来要打榜的呢 就是我身边的奥犬了 哦 忘我了吗 对啊 到你了 其实说到奥犬 我们大家也很熟悉了 已经多次来到我们的榜上榜 之前来呢 是跟棒棒堂组合一起来的 今天是单枪匹马 自己来打榜 靠自己的 对 带来一首新歌 我觉得你这首新歌挺有气势的 因为当别人问说 奥犬今天唱什么歌 你会说 我是最棒的 哦对 这首歌就是 I'm the best 我是最棒的 那歌词是我自己创作的 然后 主要是在说 现在网上 很多很平凡的暴力语言 然后道德绑架 舆论 然后我觉得 这种现象呢 对这个世界 好像也没有比较美好 所以呢 写这首歌是希望大家一定要 勇敢地 把这些东西呢 不要影响到自己 然后一定要相信 自己是最棒的 勇往直前就对了 对 总之网络时代 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 纷繁复杂的评论啊 留言啊等等 但是要擦亮眼睛 看到世界真善美的一面 因为你是最棒的 是的 好了 接下来呢 是敖犬的打榜时间 让我们期待着敖犬 为我们带来 I'm the best I'm the best 谢谢敖犬 谢谢 各位刚才听到的是 由敖犬现场 打榜为我们带来的歌曲 I'm the best 我觉得整个现场 真的都被你的这个 律动节奏所打动了 是不是 刚才大家好多粉丝 在为你加油 来 挥挥手 哈啰 谢谢 哇 你们刚才好热情啊 对 谢谢啊 你们看到这边 观众细下还有一个小粉丝吗 对 一线刚才一直在跟着你 绿动 OK I'm the best I'm the best 对 真的这首歌曲 很适合打榜 因为它会把现场氛围 整个都提起来 对对对 就让大家今天都可以 很嗨来一碗 而且这首歌的内容 也非常的正能量 因为它会告诉我们 我们每个人 自己都是最棒的 做最自信的自己 就对了 其实潜在意思就是 We are the best 对 We are the best 好 这是我们听完 这首歌曲之后的感受 不知道我们的徐志同老师 会怎样评价这首歌曲呢 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手机直播端 孟昕 梁龙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全媒体手机直播端 其实就我感觉 刚刚这首歌 很阳光向上的 传递给我们的是 一种积极的态度 不沉溺自己 然后不庸人自扰 不半途而废 其实这样就能像 歌中说的那样 做更好的自己 我不知道传达给观众的 是不是也是 跟我理解的这个意思 是一样的 一样的什么 一样的一样的 好 我们来看一看 徐志同老师对这首歌曲 有怎样的精彩点评 我觉得很好 完成得非常好 这种音乐风格也好 包括他的舞台的呈现 包括他唱的 包括他完成的质量 确实挺棒的 我听过很多大陆 有很多这样的歌手 也在唱这种歌 而且我包括我的学生 也在做这类型的音乐 我们一直觉得 他们更多的是传递出来 他要表达的一种态度 这个挺好的 他的完成我觉得 因为我看你的名字 是原住民吗 不是 不是啊 不是原住民 对 这傲犬吗 是我的原名的一个谐音 我原名叫傲犬 所以大家就叫我傲犬 这样到增加辨识度 这样的名字 挺好的 我觉得你在完成的质量 已经很不错 而且在第一次上这个舞台 第一首就唱自己这样一个歌 很棒的 如果非要有一点点遗憾呢 就是说你在中间你的动作上 可能有一点点 该做的地方晃 我不知道是紧张还是什么原因 就是可以更棒 更帅气一些 整体上我非常喜欢他 他可能是想表现一种 随性的感觉 不 我说的不是那个 我说是他这个肢体的动作上 就是还可以完成更好一些 可能有一点 就是因为这个细节 这个细节呢不一定 非让每个人都要去了解 但是我们只是看到了 我只是跟他交流一下 非常好了 祝贺你 谢谢林老师 谢谢 徐之彤老师真是观察得非常细致 而且刚刚真的是很近距离地盯着我们的这个写视器 我跑到前面去走得很近去看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歌完成得真的挺棒的 不错 真的不错 已经是挺高的评价了 我们这边情况是这样的两路 好 谢谢徐老师 也谢谢孟昕 刚才说你有点紧张 会吗 应该是太兴奋 对 我有时候会因为太兴奋 然后会晃得太厉害 对 因为今天来那么多粉丝对不对 对 因为你们太热情了 太棒了 谢谢你们 好了 再次谢谢敖犬 真的挺好听的一首歌曲 而且非常的正能量 刚才敖犬已经带着我们太多的这种律动的感觉 热情的感觉对不对 对 接下来呢让我们稍稍平复一下 来听一首安静的歌曲 有请汤晓菲我们带来亲密爱人 谢谢汤晓菲我们带来的亲密爱人 真的就是这样一点点爵士味道的亲密爱人 带给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不过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这首歌曲呢 是一首蒙古族的民歌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红艳 而且呢我发现少数民族唱起歌来 就会非常的悠扬 非常的高亢 对 阿兰也是藏族啊 会唱这首歌吗 我爸爸会唱 我听他唱过 要不要先唱来两句 好悠扬的感觉啊 而且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 其实是阿允嘎带给我们的 阿允嘎本来他就是蒙古族 再唱这首红艳 我相信我们都会非常的期待 对不对 好 接下来的掌声送给阿允嘎 为我们带来红艳 加油 谢谢阿允嘎 我们带来的拉票歌曲红艳 其实刚才他抖完肩之后 我们都在忍不住想要试一下 但都没有成功 真的 就是小数民族特有的 蒙古族特有的抖尖 尤其是刚才蒙语的部分 特别地打动人 对 好 再次用掌声 谢谢阿允嘎 好 接下来呢 该一轩的拉票时间了 对 一轩带来的是一首 刘德华原唱的笨小孩 对 这就感觉是说的是我自己 谢谢 谢亚兰姐 虽然是个笨小孩 但是通过自己一点一点的努力 然后最后站在了舞台上面 对 我们给你加油 好吧 一轩 来 请一轩先去做准备 好 一轩加油 对 加油 一轩 其实这首笨小孩 也是唱给我们大家的 可能老天会对笨小孩 更加地眷顾一些 因为笨 所以会投入更多的精力 会有更多的努力 所以老天也看到之后 就会有眷顾 就会给笨小孩更多的机会 好 接下来是周一轩的 拉票时间 我们请周一轩 为我们带来笨小孩 好 接下来 在八零年代 十来岁到城市 不怕那太阳山 努力在七零年代 发现啊 真是你朋友们 不用去灌溉 花自然会开 转眼间那么快 这一个笨小孩 又到了八零年代 三十岁到头来 不算好也不坏 经过了九零年代 最无奈 他自己总是会买人家一派 没有钱在那口袋 哎呦 哎呦 望着胸口拍拍 勇敢站起来 不用心情打坏 哎呦 向着天空白白 别想不开 老天只有安排 老天只有安排 他们说城市里男不坏 女不爱 怎么想也不明白 妈妈说真心爱 会爱得很精彩 结果我没有女孩 本小孩 本小孩 依然是坚强的 像石头一块 只是晚上寂寞 寂寞难耐 哎呦 望着胸口拍拍 勇敢站起来 不用心情打坏 哎呦 向着天空白白 别想不开 老天只有安排 哎呦 望着胸口拍拍 勇敢站起来 管他像山下海 哎呦 向着天空白白 别想不开 老天只有安排 老天爱奔小孩 老天爱奔小孩 他们的奔小孩 奔小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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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天爱奔小孩 谢谢 各位刚才听到的是 由周一轩为我们带来的 拉票歌曲《笨小孩》 如果说大家喜欢周一轩的话 也请大家为周一轩来投票 一轩你刚才在演唱的时候 好多女粉丝在给你加油啊 来挥挥手好不好 谢谢你了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爱我这个笨小孩 对 如果说大家喜欢一轩的话 还是要用投票的方式来支持她 好不好 好 接下来呢 是该阿兰的打榜时间了 其实阿兰也是我们全球中文音乐 榜上榜的老朋友了 多次来 而且一朵音也拿到过 我们直播时段第一名了 对 不过这次是来打榜的这首歌曲呢 也是新专辑《十年》当中的一首歌曲 《彼岸花开》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新歌 因为今天我发了自己的全新唱片《十年》嘛 为我们带来打榜歌曲《彼岸花开》 好 各位刚才听到的是由阿兰为我们带来的 现场打榜的歌曲《彼岸花开》 如果说大家喜欢这首歌曲的话 赶快抓紧时间通过酷我音乐 榜上榜的服务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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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感觉阿兰姐特别像一个在舞台上唱歌的精灵 谢谢 谢谢 精灵 空灵 还有什么 我觉得大家高亢的那段太奔放了 好像在草原上骑马 你看这是我们听过这首歌的感受啊 空灵啊 奔放啊 等等 那不知道我们的特效评审徐老师 在听过之后什么样的感受呢 来 我们请梦昕为我们介绍一下 梁彤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全媒体手机直播端 阿兰的这首《彼岸花开》 好像是讲述了一个故事给我们啊 歌是回眸吃手苦盼 只为一朝轮回浮沉与共 山河岁月空愁畅 而我始终是在这里要等着你的 那其实 谢谢老师 那其实我知道这个阿兰的歌声 一贯的都是这样的空灵唯美的 那不知道徐志彤老师 对这样的一首歌有着怎样的点评 他胆子其实很大的 这歌很难唱 而且在前面那个慢版的时候 他这是 A段是慢版 B段是快版 A段慢版的时候 其实他上下的 翻的还是很多的 我们讲这个 而且他很难 就是 就是不好唱 这个不好处理 而且在舞台上 如果是在那么长一个前奏 他在等 等 等了好久 等了好久之后开始唱以后 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 他人很容易紧的 但是我觉得他还挺好的 而且到了快版以后呢 他可能就会 人就会感觉就会舒服多了 这是我从一种 从他的表演和从歌手 这种心理上来讲 这首歌曲的意境 营造得也很好 他的编曲 对这个 他这个 整个这个 就你说的故事性 他的编曲里面 其实有这样一种变化 这个很棒 慢快 慢快 最后又回到一个慢 他这个意境前后 留的是很统一的 创作上 我觉得不错的 对他来说 唱这样的歌挺挑战的 在现场 完成得挺不错的 那么就是 我个人建议就是 他还可以再熟一些 就是这个歌还没有唱到 他百分之百的 就是已经炉火纯青了 如果到那个时候的话 包括他快的节奏的时候 他那种所有节奏的 准确性和精确性 就会更好 在慢版的时候 我觉得他刚才高音 而且很漂亮 那高音很漂亮 那高音如果是 他再熟练的话 我相信这歌 来一个现场版 他可以有发挥的余地 今天他还没有太多发挥 对 今天是我第一次唱 老师 对 因为可能是新歌 他将来这歌 有很大发挥的空间 尤其在那个慢版里面 他将来是可以去做的 所以你要他第一次 来现场成 如果能再熟 再把它唱到那种 炉火真青 可能就更好 好 谢谢徐老师 谢谢 就是会更加地 收放自如一些 对 它就会放得开了 好 其实阿兰 是不是也是 这种快慢的变化 是在讲述一个 今生前世的故事情节在里面 对 是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今生都在等一个人 今生等不了 下一世还等 好 那希望你能 等到这个人 好吧 好 我们这边是这样 好 谢谢孟昕 谢谢徐志同老师 真的 我觉得这首歌 还是很难的 尤其直播打榜 对 今天出场第一次 真的 我觉得再次把掌声 给阿兰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很难的一首大歌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到目前为止 我们三位到场的 打榜歌手的排名情况 目前傲犬是排在第四位 周一轩是排在第二位 刚刚打完榜的阿兰呢 是排在了第一位 当然了 我们的榜单 还在变化当中 这取决于大家的投票情况 也希望大家抓紧时间 为你喜欢的打榜歌手 赶快来投票吧 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观众参与 投票的一些情况 目前呢 我们参与投票的人数 是130多万人次 那么投票最多的是福建省 是46000多人 那目前这个投票的 年龄比例 大概是0到20岁 是41% 20到40岁是43% 看来观看我们节目的 观众是年轻人比较多 打榜的这个歌曲的 这个投票的男女互动比例呢 男生占到了52% 女生占到了48% 男生偏多呀 会不会阿兰的粉丝比较多 我知道她刚刚正在说这句话 是吗 真的 跟我想到一起去了是吗 好了 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一些关于观众投票的 一些情况 以及我们刚才这个评审的点评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 这首歌曲呢也非常非常的好听 《独上西楼》是邓与君的原唱 我觉得当时她这个歌曲当中有一段 对 还有一段念白 无言独上西楼 就觉得好深情的一首歌曲 不过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 由王子菲为我们带来了 子菲也是多次来到我们的全球 中文音乐榜上网 一起来听子菲为我们带来的 这首拉票歌曲《独上西楼》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文艺直播的 全球中文音乐榜上网 感谢梁振文为我们带来的 《再见我的爱人》 也欢迎大家呢登陆我们 全球中文音乐榜上网的 独家音乐战略合作平台 QQ音乐 酷狗音乐 还有酷我音乐来唱听节目歌曲 好了 我们的直播打榜还在继续 接下来呢要打榜的这位歌手呢 就是周一轩 对 加油 加油 其实一轩也是多次来到我们的榜上网 不过之前是作为unique的成员来 对 对 对 而且还拿到过我们直播时段的第一名 非常的厉害 对 那这次一轩为我们带来的 这首歌曲的名字也很特别 也是自己完全原创的一首歌曲 对 叫做 翻成中文叫做 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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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三个女孩 一个是我的外婆 一个是我的妈妈 一个是未来的那个她 未来的那个她在哪里 可能在那边看我 看电视机前面看着我吧 对 就是说生命中很重要的三个 应该叫女孩 女孩 女孩 对 因为不管年龄在几岁 在我心里面 她们永远是年轻的女孩 好的 那接下来的时间 就交给周一轩 为我们现场打扮 好 走 走 走 对 走 对 对 对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Hey girl 你现在到底在哪里Hello girl 我的心在你哪里Baby girl 现在你到底在哪里Hello girl 我的心在你哪里Hey girl 你现在到底在哪里Hello girl 我的心在你哪里Baby girl 现在你到底在哪里Hello girl 我的心在你哪里Hey girl 这首歌是对你 别你说的话 你有太多的风格我欣赏迎接不下 可爱的沙 敲毙的沙 叫问我能不能送你回家 表面装不在意单心里的开花 每天把我们的聊天递入的我 想笑看你爱把心把青春挥霍 没错 暧昧空气满眼缠绕你和我 把和老鼠的游戏不想再玩太多 想和你飞到一个地方就你和我 我眼中有你眼中有我 不能想太多 好看一切伪装不会再让你受伤 I swear I bail I get I want to stay with me here 我写下的旋律 我是你什么在你心里 快点告诉这个谜题让我了解你心 Hey girl 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Hello girl 我的心在你哪里 Baby girl 现在你到底在哪里 Hello girl 我的心在你哪里 Hey girl 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Hello girl 我的心在你哪里 Baby girl 现在你到底在哪里 Hello girl 我的心在你哪里 你有太多的朋友 我是否怕在最后 不愿只做普通朋友 学不会唱那首最后 其他女孩追求 I sa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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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好到白头 绝不回头 以后去了又 为你疯狂打扣 把你背中给改成女朋友 本的目的绝不罢休 就算出了你我一无所有 快接手点个头 别再让朋友做我的抬头 花点时间都 留给你们手间够不够 陷入你的魅力 陷入你的魅力 我没有奥地提提 但我有千里 十个千里顾会努力 让你坐在宝马里 不用哭泣 再买个哭泣给你 让起闭 哦哦 写下的旋律 哦哦 默示你什么在你心里 哦哦 快点告诉这个谜题 让我聊天 你先跑不跑 Hey girl 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Hello girl 我的心在你哪里 Baby girl 现在你到底在哪里 Hello girl 我的心在你哪里 Hey girl 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Hello girl 我的心在你哪里 Baby girl 现在你到底在哪里 Hello girl 我的心在你哪里 好 谢谢周一轩 为我们带来现场打榜的歌曲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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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曲的话 抓紧时间来为周一轩来投票 真的 你们有发现 其实一轩一直是笑着唱完这首歌的 对 她是一个阳光男孩 对 带给我们很多的温暖的感觉 而且她拿话筒的方式 好特别是这样的 我们再说你拿话筒的方式 我先擦个汗 辛苦了 辛苦了 对 我觉得像是你的标志性的一样 这是rapper的 作为一个说唱歌手的抓麦的方式 对 这样显得很酷嘛 是不是 对 我来试试看 对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全歌不太顺 全歌你不要插到笔卡里面去 我们来听听我们的特邀评选 徐老师是怎么说来 有请我们的孟昕 梁露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全媒体手机直播端 其实周一轩的这首歌应该唱出了很多少男们的心声 这个花未开拳 月未圆 路上新毕夜上寒 狼未成名 我未嫁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刚刚好的时候 一切还有圆满的余地 其实徐老师您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他这种 有一个喜欢的人 但还不是我的女朋友 然后心里有一种小期许小甜蜜 我们那个时候好像就每天就练琴学习了 就是对这些好像有一点点没有再傻闹疯玩 所以这种 还没有这种千回百转的小甜蜜 没有没有那时候还不够 但是后来够的时候发现来不及了 那我们现在来得及的就是点听一下他这首歌 他自己词曲的我觉得很有生活 而且他把就是我们能够看到 他所有词汇里头使用的内容 我觉得都在我们生活中都会被提及到 而且这就是关注到我们每个人了 所以他的这样的词虽然有些很快 但我还是要很认真地去看 我觉得他这是特别好的一个面 还有他台风非常好 他很松弛 而且他也有一种很强的表演性 就是他会让你觉得很亲切 然后呢也很帅气 就是我相信男孩女孩都还会喜欢他 这个挺棒的 包括他选择的这个表现形式 我觉得挺棒的 有几个我不太清楚 比如后面拿出了一个小方巾 要变魔术 这不是变魔术 因为他从口袋里拿出 我看见了这个过程了 看见了过程 对 如果是这个 对 这个小方巾 而且他拿着方巾作为一个道具 挺有意思的 有自己的实力感 我只有一个建议 如果有可能我们将来如果认识他 我给你推荐一个更好的编曲 这个歌曲的这个 就是在音乐观奏方面 我是觉得还有好大空间 可以去改进 这个要不然他的歌曲 会比现在更生动会很多 因为他有些地方会觉得 没有随着他的歌曲的变化 然后音乐该给出来 或该怎么样 就他有些地方会觉得 有点稍有点冷 冷场或这样的 别的都挺好的 他的表演非常生动 很精彩 所以我们周一轩是用这一条小道具 捡到了个大宝贝 对不对 赶紧来找老师给你介绍编曲 好不好 谢谢 谢谢徐老师 为徐老师疯狂打抠 好 好 我们这边情况是这样的 两路 好 谢谢孟昕 也谢谢徐老师 当然了 如果说大家喜欢 一轩是刚刚打完榜 大家喜欢一轩的话 抓紧时间来为一轩来投票 对 为我疯狂打抠 好了 我们的这个直播还在继续 接下来是我们全球中音乐 榜上榜的新歌首秀时间 我们的这个新歌首秀 是特意为一些新歌准备的舞台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新歌和好歌 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展示 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直播的方式 直播给大家这个新歌的方式 让大家记住这些歌 喜欢这些歌 也可能这些新歌 今天听起来是很陌生的 但是可能再过多少年之后 它就是我们熟悉的经典的歌曲了 好 接下来新歌首秀呢 我们把舞台交给王子飞 为我们带来的是寂寞黄昏 王子飞为我们带来的新歌首秀 寂寞黄昏 其实呢 子飞也是经常来到 我们的榜上榜 像刚才那首《独上西楼》 还有之前唱过很多经典的歌曲 不过这一次唱的是新歌首秀 也是他自己的歌曲 知道我们榜上榜 是这样一个推新歌的舞台 让更多的新歌在这里展示 对 我们特别感谢 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 给了我们歌手一个 这样展示自己的一个平台 真的现在这种音乐类 推歌的节目特别特别的少 越来越少 你知道今年的我们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 已经坚持第四年了 明年我们还会继续坚持 可能在我们这样一个平台 推新歌是要丢掉一些收视率的 但是我们坚持这样做 是因为只有在直播平台上 让新歌被更多的人听到 才能够鼓励我们的音乐人进行原创 对 以后也会有更多的 好听的原创的新歌在那儿 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给自己加加油吧 希望榜上榜一直坚挺下去 为你疯狂打call 为榜上榜打call 给导演加鸡腿 谢谢谢谢 谢谢你们的参加 也谢谢每一位为我们投票 关注我们的粉丝和观众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一看 我们的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 在我们的合作平台 酷我音乐上的视听量 那这次的总视听量呢 是301万多人次 熬犬呢 是差不多个十百千万 八万多人次 阿兰呢 是十一万多人次 周一轩是七万多人次 要知道每一首新歌 放在这个酷我音乐上 每当被大家点击过一次之后 我们的这个视听量 都会被记录下来 所以这也是大家 对我们新歌的一种支持 谢谢大家 好 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我们的投票的 这个歌手的一些情况 看今天打榜的凹犬 凹犬的单人互动 总人数呢 是大概是各十百千万 哦 十九万多人次哦 那这个城市排行当中呢 是河北省占到了第一位 男女 你河北的 我原来 南女的 河北的人数最多 去河北发展 对 我来看一下 男女的互动比例 男生是占到了54% 觉得女生是比男生少一点 女城市占46% 楼票人数最多的年龄段 是在零到二十岁 喜欢你的都是十多岁的 哇 喜欢选歌的 没有 喜欢选歌的都是 零到二十岁 对 零到二十岁 一岁 来 我们再来看看阿兰 阿兰的互动人数是 二十三万多人次 城市排行的是广东省 排在了第一位 南方的 比较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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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互动比例 毫无疑问 男生多是百分之六十 女生是百分之四十 喜欢你的男生多 这个投票的人数的年龄 年龄段二十到四十 是百分之五十五 基本上二十到四十 就中青年的人比较多 谢谢谢谢 我不发票 你想说什么 我什么都不想说 投票都是好东西 不想说 我们来说说你啊 一轩 一轩的互动总人数 是各是百千万 是吧 十八万多人次 你看现在的城市排行 是山西省是最多的 说去山西吗 对 然后我们看互动比例 女生占到百分之五十八 男生占到百分之四十二 女生偏多 然后互动的年龄分析 是零到二十岁 占到了百分之五十八 也是十多岁的人 喜欢你的多哦 看来下次我要写一首 不仅写嘿哥 要写嘿 boy 这样的话男生 也会来投票是不是 对 就除了girl在投票 boy也在投票 好了 接下来呢 让我们继续来听歌 依然是一首非常好听的 拉票歌曲 来自沧小飞 为我们带来的是千首 一起来听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文明直播的 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 那么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有的打榜嘉宾 和演唱嘉宾的演唱 都已经全部结束了 那现在第一名的奖杯 就在我的手中 它将会花落谁家呢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今天晚上的特邀评审 也是我们的颁奖嘉宾 徐志同老师 为我们公布最终的榜单 有请 荆棘王冠 第三名 敖犬 I am the best 九万零四百八十五票 恭喜敖犬 祝贺敖犬 谢谢谢谢 第二名 阿兰 彼岸花开 九万两千零七十三票 恭喜阿兰 第一名 周易轩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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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万四千一百二十四票 祝贺你 谢谢谢谢 恭喜周易轩 来 我请随老师为你颁奖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一轩你可以发表一下你的获奖感言 没有 我觉得作为一个新人吧 有这么多前辈在这 我特别有愧拿这个奖 但是不管怎么样 感谢你们给我 感谢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 感谢所有支持中文音乐的人 感谢现在一直坚持下去的所有在台上的 还有在一直在努力的音乐人们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也谢谢一轩 希望一轩有新歌的话 再来到我们的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好不好 好的 好的 谢谢 谢谢一轩 好 到这儿 我们的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但是呢 我依然要邀请大家 锁定我们的音乐频道 因为我们的精彩还在继续 接下来呢 是我们的渴望现场 这是我们的音乐频道 亲密打造的一档 大型中国故事主题的音乐竞演类节目 在这档节目当中呢 你将会看到有一个机器人小可 这也是我们首次把这个科技和音乐相结合 不知道这个机器人小可是如何评判 歌手的天籁之音的呢 敬请期待 好了 接下来精彩继续 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音乐频道 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 下周六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